梦想剧场 而接下来 他在电视剧《流水条条》当中的造型 更是一个比一个好看 堪称是男主的衣柜大赏 这部电视剧目前暴露出来的路透照片还是挺多的 国超在剧中饰演的是月落的公子 因为家国仇恨 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去了皇宫 他依然折服在皇帝的脚下 变成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权臣 赴黑而又阴狠 在别人的眼睛里面 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但其实他是为了找到适合的时机 杀掉皇帝为自己的族人报仇 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厚重的角色 复仇大男主的即逝感 一个人背负了很多 所以很令人心疼 腾讯视频接下来的排播电视剧当中 《流水条条》赫然在脸 谭松运个你比星光美丽 杨子的长相似都是观众们十分期待的电视剧 但我最期待的是任嘉伦的《流水条条》 这部剧可以说是胚胎式追剧 从拍机的那一天就已经沦陷其中了 导演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一念观山》的群像戏 还有各种打戏都拍得非常棒 《一念观山》之所以这么好 除了《流水师》的带动力之外 导演的功劳功不可没 所以这次的《流水条条》 其实也同样充满了期待 同一个导演 超绝的审美和空敬 令人心知向往 再加上我们国超的盛世美颜 简直绝了 当然 这还不止 减肥之后的李兰迪看起来 上镜也是相当漂亮 而且她跟任嘉伦有一种莫名的CP感 在剧中 她的少女感更多了一些 虽然两个人相差十岁 但是并不影响CP 视觉上看起来还是相当有戏 李兰迪素颜也是超好的 像这种皮肤状态 这种自然的脸 还有这么好的演技 在娱乐圈同龄当中很难寻 李兰迪未来可期 咱们徐正希也是剧中领先主演当中的一位 她的古装自然就不用我多加赘述 看过的都说好 而且徐正希也很适合演全程的角色 只不过这一次饰演的是一个隐忍的 凡是不能自己做主的王 她讨厌被管控的感觉 想要自己掌权 何其困难 两个男主刚开始是对立的状态 但是后期发现两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后面就联合一致对外 皇帝下线后 男儿应该是得到了江山 男主得到了女主 同时还生下一个孩子 可男主因为报仇选择跟皇帝同归于尽 消失在了一场大火之中 也是一个被催的结局 虽然很难接受 但还是很期待剧的播出 据爆料 流水条条即将会在第三季度上线 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